字幕提供 嘩 西瓜已經長大了 嘩哈 一個個 這是長 這個鵝蛋長型的 長型的 就是圓棉鳥的那種 這裡有兩種西瓜 這個是其中一種 好像叫做美人瓜 嗯 台灣不知叫做什麼 有知道的香港的朋友就在我的視頻裡面留下一個訊息給大家 這裡另外有一個圓形的 這隻是白皮的圓形 這個台灣不知叫什麼瓜 其實台灣的西瓜品種都是很多 不止了,這裡有三種 這個圓形的好像是 另外一種是長條形的 原來有三種 已經很大了,已經可以吃了 這裡是其中一個很小塊的田的 這裡種了就是西瓜 另外旁邊有這個粟米,粟米田 哇,這粟米都已經三到差不多吃得了 已經很豐滿了,石果豐盛了 哇,這個基本上已經可以吃得了 其實這個西瓜田和粟米田是同時間種的 那就是在我家裡的門口 是一個七十幾歲的大叔在這裡種的 曾經就問過他,他說沒有了 子女已經很大,有事業有成 每個人都在台北,就在台中 那邊工作,成家立室 很少回來,暫時才回來 一個老人家在這邊無聊 自己種些田,種些東西吃 這些田放在這裡是荒廢 自己種些自己吃也好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是地瓜田 就是番薯田 番薯田已經收成了一小塊 那邊那邊已經收成了 沒有番薯葉那邊 只有土,泥土那邊 曾經送了兩個很大的番薯給我吃 很甜很甜 這裡的番薯真的很棒 那我現在呢,曾經跟他講過 那他這裡有番薯田裡面的番薯葉 我就說,那這些番薯葉你們都不要 那我有時候就摘來吃 那他說,你隨便摘吧,隨便摘吧 那我這裡就已經摘了幾次了 最少有五六次了 哇,這裡 今天呢,特地我呢 因為沒有菜,沒有青菜 一般情況下呢,我就是沒有青菜 或者是想吃番薯葉的時候呢 我就會在這裡摘的 那各位香港的朋友 或者想移民來台灣的香港朋友 還有已經移民來台灣的香港朋友呢 其實大家呢 不一定說要全部都在城市裡住的 那以我所知道呢 在通宵這邊呢 就有香港人呢 就是選擇在這裡住的 不過呢,我就委託一些人去 嘗試去接觸他們 那到目前為止呢 都還未有人跟我接觸的 還未可以接觸到的 那大家都知道 我都還未是移民來台灣的 我都是在這裡旅居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就在這裡旅居 因為覺得台灣比較安全 那麼 回香港呢 就 之前因為疫情是比較厲害 覺得沒有那麼安全 留在台灣這邊比較安全 另外這邊的消費也是比較低 那麼 基本上我 吃老本 不用做事呢 在這邊呢 我在經濟上面都可以維持到 那麼如果在香港沒有東西做的話呢 你想一下大家 所以我們香港人 有一句話叫做 口庭守庭 守庭口庭 守庭口庭 台灣的朋友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香港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我就 特意呢 就 就是 留下 那麼 也都可以更多的體會台灣 台灣人的生活 那麼 也都可以在這邊 認識到更多的朋友 那麼 那麼 就 而且 台灣人呢 很好客 尤其是是對外國人 他們 包括香港人 啊 都是 叫做外國人的 那麼 我們呢 就覺得呢 跟他們相處 很融洽 大家 很容易溝通 那麼 所以呢 我就 一直都是停留在這裡的 我現在呢 就摘了 滿滿的一盤 番薯葉 今天中午的 青菜 就是扣了它 好營養 又 這個 非常的環保生態 而且 真是 很綠色 沒有公害 不知道是不是有機了 這些菜蟲孔 大家看到嗎 菜蟲 這些蟲 吃到的孔 證明這些菜是 安全的 哈哈 最少是安全 在外面 就是台灣 聽說 那些農藥 是用得很厲害的 所以呢 移民來香港 移民來台灣的香港朋友 就一定要去 注意這一樣東西 就是 買菜 最好和 一些 台灣的 小龍 咳咳 台灣人 是叫做小龍 就是 那些 個體的 那些 農民 和他們買 哇 這裡有一條蟲啊 立刻證明給大家看 嘩 這個是 沒有公害的 起碼沒有公害 有蟲在這裡吃 證明呢 這個菜是 絕對安全 這個比蟲 住到 是這樣的 嘩 住到差不多 整個葉都沒有了 那麼 這是最安全的摘利食 不要嚴慮 哈哈 哈哈 就好像 女樣那樣 醜的女樣 可能都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哈哈 我們不是經常講法嗎 當然 醜的女人 未必一定受歡迎 是 漂亮的女人 比較受歡迎的 看看你們 自己怎麼選 男人 很醜的 都是 喜歡美女多一點的 那 寧可呢 就是危險一點 都要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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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菜 寧願 醜一點 我要醜菜 醜菜 醜菜 我們 也有說 女人就是菜 是不是你的菜 是不是你的菜 那 不是你的菜 就不是的 那 我覺得 我們吃菜 有得選擇 可以自己選擇 所以呢 就是 你住在台灣 你也是有得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住在鄉下 不一定會選擇 選擇在城市 大城市 尤其是台北 這些地方 其實 台中都不錯 我覺得 台中 人口雖然都是很密集 不過呢 台中 我覺得 感覺上 比台北 好 住來講 而且 天氣也是很好 天氣很好 因為 台中那邊 我曾經都是住過 三個月 那麼多 天氣 舒服一點 沒那麼熱 雖然都是熱的 天氣 但是 相對 台北好一點的 那 冬天也沒有那麼冷的 大家可以考慮 如果選擇住城市的話 可以考慮台中 高雄都不錯 高雄那個 雖然熱一點 但是那個 因為 比較新 建築比較新 那 聽說 陳菊 當時在做這個市長的時候 就搞了很多工程建設 那 差了很多錢 不用說 但是呢 就是 城市面貌 都是挺好的 非常不錯的 可以考慮 不用說 全部都去台北 是吧 很多香港人 其實在香港 賺錢都已經賺夠了 所以 需要再去台北賺錢 台北是一個 就像香港那樣 賺錢的地方 來的 那 這一個 很多選擇 尤其是可以選擇來鄉下 甚至是 通宵這些小鎮 消費又便宜 而且扣海 很多海鮮吃的 香港朋友喜歡吃海鮮 可以在這裏釣魚 你是跟這裏的漁民買海鮮 有些漁民 他們自己出海去釣魚的 那 有些釣具店的老闆 自己都會出海去釣魚 釣魚回來的話 新鮮 哇 又新鮮 手釣魚 又好吃 啊 就是 魚的品種也 很多 台灣有叫做黑格 不錯 黑格 挺好吃 石斑 石斑你吃不吃啊 香港人 香港人一定是 就是 喜歡吃石斑的了 我最喜歡吃石斑 就是在 這麼多種 魚種裏面 我就覺得 石斑是 最好吃的 其他的魚 都沒有石斑好吃 當然每一種魚 有牠自己的味道 但是石斑 始終是我的最愛 我也是釣了 石斑 前兩晚釣了一條石斑 今晚會想著 跟這裏的大叔 農村這裏認識的 比較雙熟的 比較好的大叔 跟他一起分享 好啦 我就想 一盤 滿滿的番薯鹽 這一盤就是 我中午的 這個 青菜 還有晚上 都是扣好它 好啦 回家 回家 OK OK 我最愛的 一小塊 番薯田 經常可以在這裏摘 番薯葉吃 多謝了 多謝了大叔 無償免費的供應 Thank you very much